欢迎收看妙娱乐 11月12日知名博主李子柒宣布正式回归相关报道全网刷屏 一周后其全网粉丝量已突破1亿 在回归后的首周抖音涨粉量达1200万依旧是顶流 据抖音巨量算术小程序统计 在过去一周李子柒霸榜涨粉榜几乎每天都在以数十万的速度涨粉 11月12日至19日竞增粉丝数量1199.7万 新增点赞量2489.9万 其粉丝总数也来到了5890.9万 如果加上微博快手等平台 据不完全统计李子柒一周内全网至少累计涨粉1600万 公开信息显示李子柒原名李佳佳 1990年出生于四川省绵阳市 中国网络短视频创作者 中国农村青年致富带头人推广大使 2015年李子柒开始拍摄美食短视频 2016年11月李子柒凭借短视频兰州牛肉面获得广泛关注 之后李子柒就深耕中国传统文化 拍摄了上百条高质量的长视频 目前李子柒全网粉丝数量过亿 其海外账号粉丝数量也突破2000万 甚至在断更期间还涨粉500万 11月12日16点30分 李子柒发布了回归后的首条视频 内容是采用雕漆引花工艺制作漆漆的全过程 李子柒配文表示 这个大漆视频迟到了四年 很想你们 半个多小时后 她又发布了第二条视频 内容是 她用竹子为自己造了一个森林中的梦幻衣帽间 11月13日 李子柒发布了她回归后的第三条视频 展示了桑残丝织 植物染色 鼠锦制造 融花制作等多项 非遗记忆 持续两天 李子柒在国内多平台 包揽多项热搜话题 她展示的新记忆 也成为全网关注的焦点 网友探索的对象 据悉 近段时间 李子柒曾几次公开亮相 荣获换新飞移计划 降薪守护大使 并成立了李子柒飞移工作站 11月18日 据四川文旅消息 李子柒谈及对于青少年的引导时称 不希望以后问他们想干什么 他们说 自己想当网红 当明星 她表示 希望青少年能够有正确的价值观 能够真正意义上 把自己变成一个能抓住每一个机会的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打赏 订阅 订阅 主席 自己思考